欢迎收看PayPal Webcast 铁道迷不能够错过的活动 透过公民记者的报道要来跟您分享 那就是现在正在台北市举办的铁道文化节 这整个活动从上个月27号开幕以来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已经有三位公民记者报道 他们各自从不同的面向切入 让大家看了对整个活动有更完整的了解 蒸汽火车的汽笛声为台北铁道文化节揭开序幕 为期一个月的展览活动 除了让民众体验搭乘蒸汽火车 同时展示台湾早期的火车 和有着80年历史的维修厂 台北机场它留下的是全世界少见的 这么完整的厂房区 那包括生产作业的整个流程的动线 有机会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交通 尤其是铁路方面的博物馆 台北机场中的员工澡堂 有两座大型的圆形浴池 过去用来洗去员工疲惫的身心 现在则作为台湾铁道历史的见证 他们早上来的时候呢 也许整整齐齐来 可是当下班的时候呢 就手啊脚啊一身的衣服都无奇马黑的 因此呢 这个缩水和彦先生呢 就盖了这两个澡堂 装有光源的台车 在轨道上缓慢行驶 将工厂中散置的铁架 工具零件 投影在白色布幕上 名为极光边境的装置艺术 表达出时光交错的轨迹 台北铁道文化节 吸引不少铁道迷前来朝圣 也让铁道的老员工重温回忆 1935年落成的台北机场 有火车医院之称 高峰期曾有五个工区 十七个工厂 超过两千两百位的员工 简约典雅建筑风格的总办公室 展示着台北机场的回顾 断野工厂可以打造 蒸汽火车的所有零件 其中十分之一吨的蒸汽锤 更是1989年流民船年代的积聚 当年车满为患的客车工厂 现在仅剩下空荡荡的移车区 户外的移车台与露天吊车台 景观特殊 也是如被松露西拍摄的场景之一 1935年完成的澡堂 拱形建筑 与原形意词也是周杰伦的天台拍摄场景之一 修复中的铁道部办公厅设 不知未来会如何重现 深秋某日或许您也可以卸购台北机场 渐远的最后回眸 台北机场遇到了高铁破轨的问题 因为高铁他们要在南港那边建造一个新的 就是他们的机场 他们的维修机场 所以就强迫台北 必须把机场迁走 然后所以现在台北机场迁移到富刚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才有这块像公园一样的旅地可以参与 是不是真的很想到现场走一趟 或者是体验看看做蒸汽小火车的感觉呢 在这个月底以前 大家不妨真的实际到台北机场 去感受一下台湾铁道发展的历史风华 Pable Webcast 我们下次见